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录一个视频 专门讲一下英特尔的显卡是如何驱动的 其实一般没有独显 你都不建议去装黑苹果 其实装黑苹果 个人感觉意义不特别大了 那但是晚上有很多人 其实还在问基线怎么搞定 就是英特尔的基线怎么搞定 那今天我们来录一个视频 专门讲一下 那首先我们用Portree 去打开你的config的plist 这个config的plist 是之前我们在装机的时候用的 那装机的时候用的 它其实里面有几个值 是在这儿的 这个ig platform id 这个值之前我们用的是这个 只是用igpu only used for computing tasks computing tasks 就是我们只是用这个去做算用的 我们不用它去驱动一个显示 那现在这个值可能要改了 改成第一个 就是你要把它去drive display 那第一步就是把这个字改了 那第一步就是把这个字改了 那把这个字改了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要改了 那这些东西分别是在哪呢 分别是在第一个它的文档当中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 这个what have green的时候 它会去讲 比如说我们是coffee lake 比如说它在coffee lake里面 它会去讲清楚 coffee lake平台下的这个里面 要加哪些东西 然后买的东西是干什么的 然后大概它都已经讲的相对比较清楚了 包括值怎么设 它这里有 那我们 我们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字整理一下 然后填到你的 pdf.pds 那其实我之前已经整理过了 我之前已经整理过了 这 那回头我整理好了这个字 我也会贴到 就是个comment里面去 大家照着这个操线来就好了 那第一个是 这个 这个 第一个是 这个 这个 playform id 对 playform id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要收拾人多少 那后面是一个device id 那个device id 为什么是这么东西 我等一下交给大家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纸 我先把device id抄过来 device id在哪些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CPO型号的 然后拿自己的CPO型号到英特尔网站就搜一下 他这里有一个收到了你的处理器 因为我的处理器是259600K 对吧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device id 这个 叫0x3198 那这个device id 那可能显然填的论位是不合适的 对 在这里有一个 他会教你把这个怎么转换过来 device id 比如说0x412 他把它变成这样 然后这样这样 那device id就跟这样一个指段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那device id是0x3198 然后拆成这个 然后这个转过来 983100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device id 然后我们把device id填进去就好了 然后剩下的呢 HDMI204 你去看一下前面的那个 Whatever Green的文端 它里面就有讲说 为什么要开启这个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之前找到的 这些配置 一步步的超过来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那这我们就算填好了 OK 刚刚我们把那个 那个显卡的部分配置好了 那我们boot boot的启动参数也是要改一下 启动参数加上这几个选项 然后启动参数是在NVRAM里面 NVRAM的app里面 找一下就好了 然后把启动参数复制过来 那save一下 好 这下我们可以重启系统了 那我们重启之后 首先加入BIOS 我们在BIOS里面把这个 呃 把这个选项 原来它应该是 这个 独立显卡 我们改成集成型 集显 第一个啊 IGFX 我们改成这个 然后再重启 好 那选择 呃 因为我这个缺险呢 就是MACOS 感觉这个跑马的界面 就不如独立显卡 在这个界面流畅 也有可能是心理责任 这个不知道 好了 OK 我们程序好了 程序好了之后呢 我用ISD的 这个ISD的 paw看一下 啊 嗯 在这里 对 2G的Memory 应该就是没有问题的 对 看一下这里 对 那所以 我们整体的驱动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 看看现在怎么样 那怎么看现在呢 我们先做一个视频导出 啊 啊 我们先做一个视频导出 看看它现在怎么样 那就是我上次做的那个视频 啊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视频在导出的时候 效果 是怎么样 啊 好 这边开始导出了 然后我们用ISD的 看一下 哦 它已经在干活了 对 这个好像 诶 当时速度挺快的 2%了 3% 还可以吗 4% 感觉还可以啊 可能是我这个显卡本身是能也不是很好 所以看起来集成显卡的算力还是可以的 是啊 我感觉我自己的显卡导出速度也就这个水平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这隔音键加速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啊 这导出速度挺快的 我感觉还可以的 啊 是不是都差了 反正不需要再那个 嗯 ok 下一次干嘛 我们来看看 因为我这个接的 我这个显示器的接口是DP接口 哦 先让我看看声音是不是ok 嗯 为了看声音我又要去打开 这个 手机录制 嗯 那我们现在YouTube找一个东西找个视频犯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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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ok 我们找这个放一下 哦 不好意思 领到我的耳机上去了 因为我那个耳机现在在录音 可能是因为这个 这个应该已经听到声音了吧 最显示器的声音 还可以的哈 ok 声音声音就没有问题 那再看一下声音没有问题 我们还要看一下 辨率对 因为我们现在录制是1080P的 所以 嗯 这个镜面也不特别好 分辨率看起来是有些问题的 那这个分辨率的问题呢 其实大家可以用这个来搞定 叫 hi dpi 那 hi dpi 哦 这里有一个呢 你看 他已经介绍得很详细了 大家搞定hi dpi的时候 就你之前的一些 嗯 没有出来和不对的分辨率 包括显示效果都会变好 这个其实非常傻瓜 非常简单啊 我今天录制的时候就不讲这个了 因为我还要切回我的这个独立显卡 我觉得这个提显 显示效果有点小错 那据说这hi dpi 之后 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各位网友可以自己试一下 那今天呢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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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